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然大家不用深究下去 大家就学会了这七个chord 这七个chord的排列 这个排列就叫chord progression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chord progression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progression 就叫1565 1565 其实就是顾名思义的 就是1 就是C major G major 但是G major 我们同时也有一个变化型 就是将这一粒G音 调到最高 这样弹 如果在刚刚的C major 这个位置 我想弹回刚刚的形状的G major 而由B音开始 其实它们是很接近的 而G音也不用转 所以我们需要转小一粒音 也都给它一个名字 这个叫Slash Chord 我们叫它G on B 它是一个Slash Chord 但是其实 它这三粒音 都是G major 的音 大家只需要实验一下 将这粒音调到最低 其实它们的chord的元素是一样 但是它们的摆位不同了 都是叫做G major 但是给它一个Slash Chord 就让大家乐手 容易辨别 究竟哪一个音是最低的粒 就是B 是一个Bass 然后下一个chord 就是六chord 六chord也是Am 就是这里 入到A开始卡拉卡 然后读到G 我们试试听一下 这个chord progression 出来的效果 刚才是C major G on B 然后到A minor 然后到A minor 然后到G major 然后到G major 那 学会了这个chord progression 有什么用呢 当然 就可以应用在不同的流行曲 这一句也是很著名的chord 一个chord progression 因为它有一种很特点的 就是它的Bass note 就好像走樓梯的向下走 就会 看 看 这叫头体chord 其实它的结构就是1565 那我们现在试试用不同的歌 去展示一下它 如何运用在一首乐曲里面的曲 例如我们可以唱一下 哥哥张国荣的《有心人》 就是chorus 的部分 它的chorus部分 就是很明显用了这个1565 我们试试用张敬軒的櫻花术下来看看 对 也有姜B的《红雀咀树爱你》 这个就是chord progression应用的方面 今天的音乐小狗室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下面comment 我们都会尽量去解答你们 下次见 拜拜